位于华盛顿附近的慈善机构联合西斯塔斯食品库 今天有新鲜的西瓜 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求助于这里 创始人维希塔·麦金利说 这景象让人感觉好像2009年的经济衰退还未结束 有一个非常延续的问题 谁在从衰退中恢复 因为我没看见人们在恢复 随着经济衰退加剧 失业率曾急剧上升 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 现在逐步下降 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人随着经济衰退的来临 而三餐不济 我有工作,但是生活仍然艰苦 这跟你有没有工作没有关系 俄雷斯·戴维斯是一名帮助孩子借掉毒瘾的幼儿教师 他到联合西斯塔斯来工作 是因为他的薪水无法养家 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我对自己说人生都有困难的时候 但是我得保证确保自己的儿子有吃的 近年来食品价格连连攀升 工资的涨幅却未跟上脚步 萨拉奥森是一名厨师 但是他说自己也会有入不复出的时候 你付完电费还完车带加上油 就没有什么钱买吃的了 就算油也没有办法吃得健康 因为健康食品都很贵 很多食品银行提供健康新鲜的水果蔬菜和肉类 位于华盛顿的首都地区食品银行负责人 南希罗曼表示 当没有这些食品时 人们必须用一些没有营养的廉价食品填饱肚子 很遗憾 我们现在进一步发现 这样的食物和身体的健康 存在前所未有的直接关系 罗曼希望通过帮助人们改善膳食 他们可以帮助人们对抗糖尿病和心脏病 联合西斯塔斯食品库的维希塔·麦金利 非常乐意把有营养的食物分发给需要的人 但同时他表示 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如此之多 他非常心痛 我们国家是一个超级大国 一个最富有的国家 外人在我们看到的是豪车豪宅 可是为什么我们街上有挨饿的人 他说尽管他帮助了很多家庭 但仍然有更多的人有待帮助